说到国际关系,中国一直都有一个很好的伙伴,那就是巴基斯坦,这个也是世界各国都知道的事实,中巴两国的关系,完全可以说是堪称国际关系中的典范。 不但两国交往密切,两国人民也相处得非常融洽,我们也是亲切的称之为巴铁,可是最近的一件事情,确认很多人有些不解,都知道,巴基斯坦现在在经济和军事上,都不是很景气,像国内的一些基础设施,很多都是中国帮忙建设的,并且在军事上,主要的武器也都是进口中国, 而中巴两国之间的关系又这么好,所以中国一直都是给的巴铁最优惠的价格,这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权,尤其是最近,巴铁面临着老款直升机退役的问题,为此中国为了帮助巴铁,也是直接奉取了我国最为先进的5G10直升机,作为中国现阶段最好的直升机,对于巴铁,中国也是毫不吝啬, 但是巴铁接下来的举动是让国人很怕心,因为巴铁却主动退还了中国送去的5G10直升机,在退役之后,巴基斯坦经过多次筛选,最终选中了土耳其的P-129直升机,要知道中国和土耳其之间,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过节, 因为土耳其当年在采购中国武器的时候,多次毁人,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,而这次巴基斯坦在拒绝了中国之后,竟然和中国曾经的敌人建立起了采购关系, 这个确实给谁都含心,不过后来巴铁表示,之所以退回中国的5G10直升机,也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,主要就是在零部件的采购上, 因为后期如果一旦出现问题,在维修等方面都要中国亲自出马,对于两国来说都不是很方便,而土耳其此次是承诺,在巴铁采购土耳其的P-129直升机后, 土耳其会在巴铁的境内搭建维修厂,万一后期出现任何问题,都可以在自己国内直接解决,这也是巴铁最为看重的一点, 也因此最终放弃了中国的5G10,虽然巴铁说的很有道理,但是这次也是让中国直接损失了15亿, 不过能够看到巴铁选,倒更适合自己的装备,也是越勤发的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